隨著規律的挑擊生 刺紋針紮入皮膚留下印記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舉辦的VUTIC 幻化榮耀餘生 刺拍祖先文錄座談會 中心主任曾志勇 在現場接受排灣傳統拍刺儀式 藉由身體力行 推廣排灣及盧卡族特有的刺紋文化 我希望我能夠 親身的身體力行 用力提振我們這個刺紋的文化 希望祖先的智慧 永遠都能夠傳承 排灣及盧卡族傳統社會的刺紋 代表著身份 家族等多個象徵 只有貴族階級才能接受刺紋的洗禮 規範相當嚴謹 但隨著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的限制 女性的紋手與男性的紋身 也逐漸視為 座談會現場除了展現傳統手工刺紋記憶 還邀請了來自台東新興部落的 排灣刺紋師宋海華 分享多年來如何找回 失傳已久的手工刺紋記憶 我們想要知道更詳細關於那個 就是排灣族的紋身的文化 因為我們知道說它其實是有 階級上面的代表 對 那想要看整個過程這樣子 紋身文化是消失的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東西消失的 去做出來呢 讓它去真正去傳承 不是只有在文字上記載 我們要真正像今天這樣 真正去做傳承 這才是真正達到的 宋海華多年前開始 向多個南島族群的傳統 刺紋思學藝 更回到排灣族部落進行 填調及騎勞訪談 慢慢挖掘出武門身上的保障 近年來更執行手紋扎根的傳承工作 他期望透過附贈 讓祖先榮耀的印記再現 記者歌手 屏東馬加採訪報導